十四节 各位 这里说什么 我们听一下 这里思想 你读一句话的时候 圣经里面你要解经试经 那个中心脉络你要得着 这里讲了这么多话 一句话来讲 就是人性与神性是不同的 这个很重要的教义 你要明白 人性与神性是不同的 各位 人堕落离开神之后 他陷在灵里面的虚空和迷茫里面 所以在地上 明明知道自己是有限无能的 但是却要自己生存 对不对 有空虚迷茫里面 所以 人的本性里面是一直要找神 有一直要找神的结果 他是怎样 他找不到真神 他也拒绝真神 对不对 他就自动地用自己的心造出 按着神的形象造的 人 凡人 各位明白吗 以他们当作神来拜 这是我们一定会看到的 我们在这个世界一直看到的 不管是你把一个伟人的人像 雕刻出来拜 或者现在 什么韩国明星 日本明星 每个人烟狂的 就是这样的 崇拜他们 其实那个内心所发射出去的东西 向人发射出去的那种 这样的崇拜 其实是神不喜悦的东西来的 各位知道吗 神不喜悦的 各位要知道 一个人 无论多漂亮 多有魅力 多成功 多聪明 多有道德水准 你要知道 你能仰慕他 学习他 但是他绝对不能成为你崇拜的对象 你要知道他也是和你一样 有人的性情 像保罗说 有人的性情 他是有限的 他是软弱的 他是会累的 他是无知的 他是随时有可能跌倒的 那种可能性的 所以你不可以以这个崇高的神的形象 来这样的祭拜他 你不可以以他为高过你的人性 来对他做出默拜的那种表示 你也不可将你的生死或福交托于他 更不能将你死后的寄托交给他 这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他跟你一样 他也是人 他死了也要受审判 所以 十诫命里面 第一条诫命 也是最严谨 除了神以外 除了创造宇宙万有的那位上帝以外 你们不可有别生 这是神最在意的东西来的 你的心灵的被造 是只能拜一个神 宇宙的真神 祂不能是人 你拜的是跟你一样 人的性情一样的 你拜作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生 然后下面就说 你不可雕刻这些东西 飞禽 走兽 人的样式 把它雕刻出来 然后拜他 对不对 这位上帝 有时候我们可以仰慕 有些人 我们可以仰慕我们的父母 妻子可以仰慕你的丈夫 没问题 你可以敬佩你的国家的领袖 但是你不可击败他 保罗说 我们也是人 我们不是你们崇拜的对象 那么你们现在要崇拜的 其实他们也是人 这个 Zeus Hermes 保罗说 他们是worthless 虚妄的 他们跟你的永恒 跟你的灵魂的得救 没有关系 所以你们要转向 那独一的真神 就是什么 创造宇宙万有 天地海万有的真神 所以神放在人里面的 这个灵魂 是能够怎样 能够从这个现象界 自然界里面 来知道 这位神的存在 从哪里知道 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说 保罗说 自从照天地以来 神的神性和永能是 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看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 可以晓得 使人无可推诿 人无可推诿 人推诿是他压制 那个真理 他阻挡真理 他一干净 没有神 如果我信这样的神 我要被审判 不要 没有 神不是这样的 我有很多需要 我要很多神 我不要只有一位神 对不对 所以他就压制真理 只有一位神 怎么可能 压制那个真理 各位美国 其中一个最著名的总统 里根总统 各位知道吗 Ronald Reagan 有一次他就演讲的时候 他就大胆地说这句话 他说 我看到这个大自然 这么美的时候 我不晓得为什么 在美国这个国家 还有无神论者 然后他就说 我有一个很不神圣的想法 就是想邀请在美国 所有的无神论者 来到我的白宫 然后我要请他们 吃一个最丰盛 三珍海味的宴席 然后等他们吃完之后 我要告诉他们 这个世界没有厨师 你们听到这句话 这个世界没有厨师 你们相信吗 你们了解这句话 他的意思是 当我们看到 整个万有里面的荣耀 美德 你说 这个是爆炸出来的东西 没有神 怎么可能 他说我不能相信这个东西 你有手表 一定有照表 你吃了三珍海味 一定有厨师 有人煮的 对不对 怎么可能变出来 你相信这个东西 但是你不相信 现在这个万有里面的荣美 你的生理的 怎么被造的 这个奇妙里面 这个是变出来 爆炸出来 偶然出来 侥幸出来 还是怎样出来 不知道 这个东西 所以 你要相信 没有神 比相信有神更难 有些人 你有没有看过神 你怎么知道 对不对 你没有看过神 你怎么知道 各位 你们这里哪一个人 有看过 你从你的母亲的子宫里面 出来的 你们哪一个人 你们还记得吗 有没有人 哪一个记得 没有一个人记得 那你怎么知道 你是你母亲生的 因为你母亲告诉你 那为什么你信你母亲的话 为什么你信你爸爸的话 他们的话 他们跟我最靠近 讲的就是真的 所以很奇妙 对不对 你要相信没有神 比相信有神 是更难的 所以 虽然神是眼睛看不到 祂一直说 但是借着所造之物 是人不能推诿的 祂是存在的 естно 所以 我有什么 开始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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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